中华凡国家纪念大乡自行宣书空族 2567周年 诞行室店店内 28号到书籍 在中华空族苗 两中既行 这段专程按照国责 献力与务典严重 孔子那时候在办学 用教育来打破封建的思想 那时候让文风能够鼎盛 那我们穿成2000多年了 那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季孔大典 大家能够将孔子这个乳学文化 能够长成 这一项台电由中华艺术古中 30人名学生演出六业部 中华高雄学生丹念 六生和五生 准照国责以后进行 季孔典礼的话 我觉得这样让小朋友知道说 之前那个私生先师 精神教育的部分 对 只要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部分 然后我觉得彰化性既然有这个国定古迹 一定要好好地维持这个季孔大典下去 然后我身为文化资产的一个研究生 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改良再推广 然后弘扬孔梦道理 脸蛋电力地早起六点 对中生殊在电开始 衰段七点进行 大乡丼脸色电电力 为管中担担全体合身 驾亲向门 加冲肥门 发送 吉田地肥寇 工业频道您证明中华彩虹报道关怀电台台技配音